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你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耶鲁这支学博士郭正亮 大平安 前大使接文集 翟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空军副司令张严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来关注现在俄军 已经攻进了这个红军城了吗 最新的消息 在这个新罗迪夫卡 距离红军城非常近的地方 这一块区域 现在已经是攻下来了 那我们看看这个俄军 他是提前占领了红军城这边 旁边这边的一个城镇 那我们看看他其实呢 距离红军城大概只剩下 七公里不到 那至少有两个点 他攻击了这个新罗迪夫卡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那由于这个安全的局势恶化 所以呢 现在目前乌克兰 他们这边的乌铁宣布 平民疏散将从蒂涅伯罗的 彼得罗夫斯克州里面的火车站出发 那位于红军城以西 就是在红军城这边的 这个比较靠西边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然后赶紧疏散 因为目前红军城仍然有两万六千人 包含了一千多名的儿童 上个月已经有两万人被疏散了 所以现在目前被攻下来的大概就是有 一万四千名的居民的原本所在的一个城镇 那另外看看在昨天 其实俄军跟乌军也在这个地方激烈交战 在这个新罗迪夫卡这里 有148次的交战 所以看起来这边的战况非常的激烈 那当然对于俄罗斯来说 也是势必要尽速拿下这一个红军城 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地图放大来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整体来说俄罗斯的一个口袋战略 那他现在目前主要攻的几个地方 包含了基辅 波塔瓦 然后这边是西边攻过来的一个力道 另外北边的话就是苏梅 东边的话就是顿涅刺客 等于是三面夹击这个红军城的一个力道 那还包含了就是现在库斯克 因为这是在俄罗斯的境内 库斯克他们现在也是正在进行一个包围的一个战术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宣称 他们现在乌东这一边 也就是顿涅刺客这边取得了新的进展 那他们的方式是在基辅跟 还有波塔瓦来发动一些这种空袭 所以他们就是这边一边推进 这边左边西半边这边来一边进行空袭 让乌克兰军的回防更加快速 所以他们就可以更快速的推进过来红军城 那还有我们看看顿巴斯现在也面临到危险 因为顿巴斯本来在这个边境地方还有守一些乌军 所以乌军现在也开始必须得要反向撤回红军城了 顿巴斯可能眼看着又要失守 甚至是大乌东地区都要这样全面的失守了 一旦红军城被拿下来的话 顿巴斯这边现在因为乌军不断地在撤离的状态 所以看起来已经快要前线动摇的情况出现了 那再来我们看看 苏梅这一边昨天有面临了一波的空袭 在俄罗斯的时间是星期六 他们彻夜的这样轰炸一直到星期天上午 造成了两死四伤 但是也的确这边的战略也是为着库斯克而战 他在空袭这个苏梅这里的时候 也可以使得库斯克这边的乌军 也有一些回防动作 他好继续来挺进这个库斯克 那西边的波塔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他就是深东及西 那还有这个库斯克现在俄军 他们讲说现在消灭的乌军 一天最新的数字统计出来了 是280人 美国的前线情报官就讲 泽伦斯基亚他现在是依据西方情报的 这个行军的绝望者 库斯克的攻势现在正在崩溃 乌军正在死去并且失去战略储备 所以眼看着他这边 泽伦斯基的库斯克 攻下的库斯克看起来也快要失守了 然后他的红军城也快要失守了 所以他这两大据点都在失守的情况下 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乌克兰的这个战略 现在正在全面的崩溃当中 那我们来另外看一下 泽伦斯基在讲 现在乌克兰正在新建地下的武器工厂 以便西方延迟提供武器的时候 还有一些武器能够给予自己 有一些保卫的措施 那连CNN都报道 他说现在因为乌克兰 在武器跟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情况 所以他们现在士气低落 而且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官兵开小差 就是新招募的士兵 特别会出现这一种临阵脱逃的情况 那另外一方面在北约 因为俄罗斯派出了非常多的无人机 对于乌克兰多地发动了这样的一个空袭行动 包含罗马尼亚跟拉脱维亚都控诉说 这个俄军不只是飞过乌克兰 甚至飞到他们的领空 所以他们现在给予一些相关的谴责 那英美的情报首长倒是很破天荒的 他们说一起投输了金融时报表示说 要力挺乌克兰 力抗俄罗斯 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重要 这也算是英美两度首长 两位首长首度的联名投书 但是这种投书是一个形式上的 实质上到底还会不会给予乌克兰 更多的一些武器呢 恐怕有待观察 我们先来看一下亮哥怎么看 这个情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期还要恶化悲观 这个看起来这个红军村现在已经在激战之中 那听说乌克兰在红军村还留了什么两万六千人 不是说都是军人 也有当地的居民没有离开 可是就是这个激战大概没有人看好乌克兰 任哲伦斯基自己都承认 因为二军大概是用大部队包围了 甚至有人估计可能围过来的部队 又将近十万人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地方失守是必然的 那因为它控制南北的大动脉 所以也会联动到往北的补给 所以乌克兰会蛮麻烦的 而且枯斯克那边如果他现在要急着 要撤军 这个坦白说已经很多人提醒过他 大概两个礼拜前美国就有一些战略的专家 劝乌克兰赶快撤军 那个时候是乌克兰胜利的时候 劝他们赶快撤 before it's too late 结果现在就是too late too late你就 被围困了 你被围困了 而且坦白讲你如果真的撤 搞不好连你乌克兰境内那个苏梅都 都会沦陷 因为苏梅到苏甲的 那个补给道路几乎已经被炸烂了 对 那俄罗斯如果一出来 搞不好连苏梅都给你占领 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你去想一想这可能就会造成 你北方也没守住 本来想说可以这个分散一下俄罗斯的兵力 逼他们掉一些到北方 然后你乌冬这边可以有所进展 结果事态往前往相反的方向进行 就是俄罗斯乌冬不只没有掉兵力 而且还增援 而且他们还不断的有进展 就是俄罗斯本来在乌冬是打得很慢 因为我是觉得俄罗斯可能本来也在判断 就是他本来以为他的川普会当选 所以他就不急 那后来看到贺锦丽局面好像不错 那所以他就开始比较积极的动 所以他就打到了红军村周边 那现在你看到美国的氛围 我觉得俄罗斯大概也知道 这个11月5号美国选完之后 总之就是要谈判了 那乌克兰现在没有任何筹码 他本来是想要说 占领俄罗斯一大块土地 然后来做交易 就是我这个还你 你那个顿巴斯也还我 结果都失算 不真的他本来算盘是这样 那现在看起来就全部失算 那这个他的指挥官 这个赛斯基 他本来是主攻的 那他不是之前换掉那个指挥官吗 那个指挥官就是认为乌克兰要赶快谈判 结果责任斯伊尼现在换主战派上台 就有赛斯基派军打到俄罗斯境内 那现在看来 原来那个组合的那个指挥官 他的思考是正确的 所以千金难买早知道 所以普清本来他的讲法就是说 因为他在盾内刺客这边 他要攻红军臣这边不容易攻 就像刚刚亮哥讲的 因为这边原本有乌克兰的精锐部队在这 但是因为这个新任的这一个指挥官 就把人都调去这里了 所以普清这一两天就讲说 幸亏你把人分散了 我现在红军臣更好 那个距离比你画得要远的多 库斯科在更上面 这里就已经画到了 更上面了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对现在因为这个 作战还要看天后条件了 大概到10月 10月中 11月 那这个就对于这个战争 攻的一方比较不利了 对因为天气冷了下雪了 那这些机动车辆人力吊牌就比较差一点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俄罗斯要把空军人吃下来就是这个月了 这个月再往后面他这个困难度不是因为这个乌军的防守 而这个天后对他不利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 一步一步的再往前走 是很有计划 那他先打下辛罗迪夫卡 事实上就是把这个红军臣 他可能从南边上来的这些资源部队 在这个上来可能把这个切过去的红军臣的 这个俄军部队 从后面把它截断 这个可能性 他先把它断掉 所以事实上是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都这个算得很准 那辛罗迪夫卡被打下来这一点 这个是俄军发的新闻 那么在这个卫星通信社正式说 他用解放 俄军已经解放这个盾内刺客州的哪一个城市居民点 那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军事跟交通上的重镇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俄军也很重视这个 这个辛罗迪夫卡这个城镇的他夺取下来 那接下来我想就是说你会看到这个乌克兰会有更多的动作 因为前两天这个泽伦斯基亲自去参加北约有关援助这个乌克兰的军事会议 那特别提出来希望北约美国能够放宽 北约跟美国提供武器他的打击范围 打击范围 也就是说他要能够把他的攻击范围更深入俄军 俄国的境内 可是目前看起来可能效果已经不大效果已经不大 因为事实上俄罗斯实在是一个众深非常深的国家 你今天就是说你今天打下这个库斯克 基本上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那个库斯克州也不过才二十分之一 对也不过差不多二十分之一 或者十七分之一 非常小的土地 那现在你要更多的武器你要打哪里 你要更远 你打300公里 你也打不到莫斯科 对所以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考量就是说 他还是考虑到战争的全面升级 你如果说把这些现有的武器 那么现有的话就是海马斯火箭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所谓的陆军战术导弹 这可以打到100多公里的 你往俄罗斯境内打你转变不了战局 可是一定会加剧俄罗斯的反扑 另外也可能这个战局升高以后 那么俄罗斯如果占了劣势的话 他可能使动员更大杀上里 这是美国到现在他们不敢同意的 欧盟很多国家也不愿意这样做 你会听到有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在那边呼吁 可是大的国家基本上都还是很保守 所以整个看起来现在乌克兰想要从西方得到的这些 绿灯西方都不给他 然后俄军又加强攻击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几周 对乌克兰来讲是蛮关键 打了这么多年的战争 可能过去他守了10年的这些重要阵地 可能都要陷落 陷落以后接下来真的就是 俄军跟基辅之间就一马拼穿了 那就要看俄军怎么样再继续往后下一步 不过这个时间可能也到10月了 那就看这个美国大选的选情吧 那个结果是如何了 我们刚刚这个标题上面有写到说口袋收紧 就是我们说有好几面攻向这个红军城 那红军城其实它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因为最近俄罗斯使用的都是一些无人机战略 我看到一些外媒的分析报道是说 俄罗斯一定要拿下红军城 就是方便它下一阶段要采用无人机战略 它才有这个空优 然后使用无人机再来扩大它的这些 这个战局的一个范围 所以现在目前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 是讲说在这个顿巴斯周边 已经俄罗斯有一些战斗机 试图用包围防御的方式 然后也要来攻进这一个红军城 所以他们一定要拿下这个高地 也是有他们的战略考量 我们来问一下将军怎么看 这红军城是一个战略要域 因为它是交通要爱 也是重要的渠道 这个乌克兰一定要顾手 但是我看整个状况 整个战略态势对乌克兰是不利的 因为俄罗斯从北还有从东向西 指向西然后从南三面包围攻击红军城 所以乌克兰在这一方面势必守不住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因为俄罗斯是采取向心攻击 向心攻击的话会造成乌克兰战况吃紧 那吃紧的话 乌克兰唯一的就是只有向后撤退 把红军城交给俄罗斯 那就是这样才能够解 那这个至于在北边的这个 跨境攻击到俄罗斯的境内的 叫库尔斯克 那目前的话乌克兰也不利了 因为他现在没有后援的兵力 让前面已经孤军深入了 又没有后援的兵力顶上来 那他前面的战略战争的消耗 那没有办法补上来那怎么办 战力只能快速递减 而且他的交通线跟补级线不顺畅 变成他的火力跟他的弹药 没办法前运 那前面的火力单薄 人数又锐减 所以对整个人来看 对乌克兰是极不利 这两个战场一看的话 那乌克兰他整个的战略 当初的规划 想要为位救赵 结果反而自己这个兵力分散 没有办法集中 所以整个乌克兰的战略态势是失败的 本来哲伦斯基的他的计划是胜利计划 结果只是一个幻想计划 完全不服实际 变成这个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整个战略失败 目前乌克兰面对的三个 第一个四季非常低迷 因为一直吃败仗没有办法 第二个军纪非常患散 有的人他要去当兵 他不要去被抓兵抓去 他宁可自杀 他不要上战场 那这个不得怎么办 宁可自杀不愿意上战场 那能够逃兵就逃兵 不能逃兵自杀 那乌克兰在这方面 兵源非常不够 那他希望靠西方国家给他火力 给他这些武器 但是西方国家给他这些武器 毕竟数量是有限的 要能够有巨量的武器 才可以改变战略态势 现在没有办法 就算给乌克兰原子弹也没有办法 你给乌克兰原子弹给他五颗 他敢用吗 他如果五颗 俄罗斯给他五十颗 整个乌克兰封平了 所以给他没有 唯一的解放就是美军参战 但是已经两年七个月 美军没有参战 只要美军参战 整个乌克兰就有救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美军不可能参战 所以乌克兰 他的胜利计划 可能就是投降计划了 这个是非常残酷的事实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好 明天9月10号 也是一场中美之间的对战 说到了就是华为跟苹果 华为要对干苹果啦 这一次拿出了旗舰机当中的旗舰机 叫做Mate XT 这个非凡大师 这一次说这么折 一次可以出三折手机 他说跟以往这种对折式的手机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长条形的荧幕 所以没有办法完全还原 就是我们手机拿横平这种方式 那一般如果只能还原成正方形的话 你看起来还是细条的 看得不够过瘾 所以他说这种三折手机 可以完整的还原 就变成一个平板的大小 让你这样全部摊开来 就看得更舒服 更有这个还原度 但是呢现在 虽然说还没有公布价格 不过有一些这个坊间消息说 大概是人民币两万块钱 这一台这个三折机 那非常的高价 但是呢还是很多人 一开始就预定了 人数迅速破万 截至这个18号的晚上6点半 大概预约人数已经突破了228万 那这款产品呢就会在9月19号的晚间 是19吗 9月19号晚间11点59分结束预定 那首日那么多人购买呢 人家讲说因为要挺华为 这一次是华为要跟苹果 秀肌肉的立作 现在苹果还没有出任何的这样的 折叠手机嘛 所以在市场上面已经落后了 那Mate X7 Mate XT 这个现在目前一开卖之后呢 消费者已经疯抢了 呃华为们是说 现在其实已经有展示机 到了各地的门店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去 赶紧看看那个模样 那迫不及待想要试用一下 那这一次华为又找来华仔 担任这个代言人 那华仔上一次 其实在非凡大师的 上一次Mate XT的系列的时候 他就已经担任了品牌大使 不过这一次呢 他又在担任这一次 三折肌的主要的一个代言 那最近他在开演唱会嘛 就有人发现到说 诶这个台下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 竟然是孟晚舟跑去听这个 刘德华演唱会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我们刚刚看到孟晚舟 比了一个爱心 然后华仔也在上面 比了一个爱心 人家讲说 难怪上一次找华仔当代言人 除了都有华这个字之外 原来孟晚舟也是华仔的粉丝 那对比一下 这个苹果现在目前销量 在中国大陆这边出货的 年减量是3.1% 市占率已经掉到 只剩14% 第二季 现在目前手机市占率的 大陆的市场 前五名是Vivo OPPO 荣耀 华为跟小米 所以苹果感觉上面 越来越后面了 连彭博的记者都讲说 现在看起来 因为苹果的AI功能 不断的延后问世 才会导致 本来要爆发出来的换机潮 因为大家都想要等这个很多苹果果粉 是在等你的AI功能 不然好像每一代看起来都差不多嘛 那你一直往后延这一个 呃 能够引发换机潮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周期哦 一直好像在往后推迟当中 那我们看看这个 iPhone 16当然也被寄予后 网约最近挥达的表现不太好 人家想说 这个9月的美股哦 最后的希望是苹果 可是苹果现在看起来好像 呃也没有太高的期待性 所以很难成为一个全村的希望哦 所以市场上面好像 普遍看淡这个苹果的一个推出 跟这个华为对战的话 消息好像目前消息面看起来 没有太多新的亮点 那另一方面的话 这个马斯克也来蹭这个黑神话悟空哦 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出来了 黑神话悟空现在全球销量是 1800万份 就连这个华谊兄弟哦 都已经打算要买下版权 要来把它改编成电影哦 马斯克呢 自己也把自己用AI 生成了一个天命人的脸 然后想说 诶这个还蛮搭的哦 真的有一种这个猴子的感觉哦 就说马斯克现在也蹭了悟空 还不止如此哦 其实他在这个欧美引爆的这个热潮 你看到 呃你在不论是在X上面 或在YouTube上面 你搜寻这个英文的这个黑神话悟空 你都会看到很多外国的游戏组哦 诶他们有的是发挥创意 有的是在打这个黑神话悟空的破解 然后攻略甚至有的是解析 那还有人是发挥创意是把这种其他的游戏 呃游戏的这些角色哦 比方说麦快啊 或者是地法啊 七龙珠啊 甚至最近最红的是 营手强尼的模组哦 全部都批上去了 比如说他们把它合成上去 你可以看到完全是营手强尼版本的这个黑神话悟空 在所有的动画里面出现 就反映出来欧美有多喜欢这一款产品哦 那再来之前一直在批评黑神话悟空的IGN 现在也转向了 他就现在讲说哦这个 嗯 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网友就在讲说 哎 你是反过来要来蹭流量了吗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亮哥怎么看这个华为对战苹果 不华为这个是 我们行销学这个叫特殊立基市场 嗯 因为三车手机而且一般估计售价应该是两万人民币左右 嗯 蛮贵的 对 接近十万台币 亮哥可以买的 对这个 这个 不不我觉得 如果手机的功能有很多人是在调整使用方式 嗯 比如说接电话他可能改用耳机啊 嗯 嗯 那主要是看网络嘛 嗯 有看视频哦 那如果这样买的那个嗯 诱因就会增加了 是你使用方式 那你如果常打电话 三车真的蛮麻烦的 不过 如果说预定了有177万 其实你以中国大陆那么大的市场 那 有钱人还会有别的思考 现在有200多万了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叫做 这个叫三则手机首发 它本身就有纪念机的性质 就好比你现在 如果有2007年的iPhone 会值不少钱 你有 我就举例 这个东西可能会是一个里程碑 我觉得iPhone的问题 事实上它已经被诟病很久了 它每次创新都只有一点点 那i15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那i16它真是说会大量加入人工智能 可是坦白说 有人工智能的手机也已经一堆了 大陆的我们不讲 三星就有了 对不对 三星不是有一个功能是你画个圈 那就可以用那个圈来处理 这个都是人工智能在处理你照相 我觉得iPhone给人家感觉跟特斯拉 有点像 就你的创新都只有一点点 那大陆那种竞争 已经导致那种创新 已经变成内卷带动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在 就竞争得非常激烈 然后iPhone跟特斯拉 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当老大当酒了 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比如说英特尔事实上也被台积电追过 我觉得你就是当老大当太酒 那就以为这个市场是你的 然后完全是靠你品牌在溢价 你卖那么贵 对不对 当然你还有一些周边的 什么苹果电脑等等 那个都是造成人家换东西的障碍 可是你现在碰到那么强大的对手 我其实我并不看好特斯拉或iPhone 不过这个 这个马斯克怎么跑去演悟空 这个应该要检举到国安局 国安局不是说有人借着悟空在做宣传 对吧 那也要这个青鸟 青鸟应该发动去抵制特斯拉 对不对 马斯克怎么那么爱中国呢 万一川普选上他还当官 将来我们该怎么办 对听说川普以后对于行政开支 是不是太浪费 要请他当主席你知道吧 对啊 所以我们对他还是怕怕的 怕他以后会得到权利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那天看到国安局在 把悟空当作是文化入侵 说台湾要戒胜恐惧 事实上就是要对马斯克要注意一下这样 今天自由也写一大片 我们来问一下借老师 这个三则手机就跟大陆 这个华为每次要推出新产品之前 他整个行销手法都非常的犀利 现在我们还没有 现在说这个货已经到了 有一些这个销售点 有一些我看网路上的这些 手机的玩家 他们说我拿到了 这个拿到了 可是后来一打开还不是 就变成大家都很想看这只机的 这个如山真面目 那我看他昨天已经有些视频 华为正式官方视频出来了 那有这种有一种黑色的一种 叫一种红色 那两个机身做的都很精致 我细看了 不过他最重要的这个卖点是说 他整个的加起来三折 折起来以后1.5公分 1.5公分 所以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手机的话 可能加起来搞不好都有一公分 有的时候就一公分 所以他三折才1.5公分 事实上是相当相当的薄 因为这一类的手机其实蛮多的 其实也不是蛮多的 其实折叠手机已经出来有一段时间了 那通常人家比较诟病 就是他比较厚一点 携带起来比较厚 比较重 那这是我看了他上面那个影片 事实上他真的是蛮薄的 那当然在这个很多行家在讲 他在那个内部设计的部分 非常的复杂 然后呢 他的空间也比较小 萤幕变这么大 不过整个打开以后 你感觉就像一个苹果的miniPad 那事实上对我们这种手机的重度用户来讲 保护眼睛来讲的话是很有用的 那我们常常就觉得这个手机 你看手机的萤幕现在是不断不断扩大 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 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多 所以保护我们眼睛的话 其实这个好折叠机打开以后 那个比较宽大的萤幕 显示比较大的这个萤幕出来 绝对是对眼睛比较好的 那不过就是说 这则手机看起来我觉得还未硬先轰动 大家还没拿到手里 现在已经非常轰动了 那就是等待这个9月10号 正式的问世 正式的问世 那你看还没有卖就已经有299万人 28万人已经预定了 可见这个华为 我觉得我常说这个公司不但会研发 不但会制造 它的行销手法也是一流的 它任何一个产品还没出来的时候 真的已经炒得全世界 大家都好像很想等这个产品 那看到它如山这面目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 现在已经可以说是热销 当然相对的就 就是正好9月10号那天很热闹 除了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外 还有就是华为跟苹果的iPhone16 对决 对决 那iPhone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你再变 你能像一个单层手机变成三者手机 这个中间的所谓升级感 跟那个创新感就差了很多 那我是觉得像大陆这个 这个手机可能说差不多2万块钱 基本款上下蛮高价的 可是问题它就专攻那些比较高价市场 有些人真的就是说 他觉得为了自己的眼睛的健康 身份的代表 他就会用这只机 那这只机如果大卖的话 我想对于整个华为 整个重回这个手机市场 又是一个开门红 那我觉得在把中国市场都打下来以后 那么周边的市场 再逐渐把这个产品往外升 你可以看到一个这个 曾经被美国打垮的一个华为手机 这个天王产品 现在慢慢又回到江湖了 好 来请教将军 这个华为的三折的手机 这个不便宜 一个就是2万块人民币 将近10万块台币 不便宜 但是它推出来 我认为它有三大优势 产生它这个预购潮 有超过200万的订购 那这样子我认为 第一个它辛勤感够 因为全世界的第一个三折手机 就是这一个 其他都还没有 顶多是平板手机 跟这个折点双折的手机 就没有三折了 它来个三折 然后形象够 而且三折之后 它的厚度还不厚 那这样子大家携带还蛮方便 那这个荧幕够大 携带又方便 我认为这一个 它的新鲜感的 这个新鲜感的质感就出来了 那第二个优势 我认为是市场的效应 因为大家喜欢赶时髦 这个新的手机出来 总是想要 这个先赌为快 先买为快 会有这个状况 现在手机也代表一个身份 我们想要车子 车子是代步了交通工具 但有的人为什么要 买那么高档的车子 它只是个交通工具 没有 就代表身份 现在手机也变成代表身份了 因为经常陪伴 自己在自己身边的 不是车子 是手机 因为手不离机 机不离手 那就代表身份了 你有什么手机 大家会看 你有手机是不一样的 新款的 这颜色很炫 纸光的颜色 会变成这个样 我认为这个已经 已经不是它的功能 光只是看 这些 看一些影片 或者是一些手游 或者是打电话 不是光是这些了 也代表身份的另外一个表征 第三个 我认为是在地的优势 因为在地的优势 它的市场的消费潜力要够大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只要100个人 有一个人买这个手机就好了 就是1% 1%就有1400万的预购潮 1400万是不得了 现在才200多万 换句话说 市场的潜力够大 那时候就不一样了 只要100个 那现在是10个人 只要一个人买 那就要有1亿4000万的 三则手机 华为的手机市场 1亿4000万 这个绝对是 让华为供不应求 你怎么生产 你没办法生产 一下生产 1亿4000万只的了 市场潜力够大 所以它有三大优势 那现在还有一个 华为也有精算 现在刚好赶上 2025年的换机潮 现在大家要换手机 因为一个手机 大概5年6年大家就要换 平均 有人一两年就换 但有人用10年 大概5年到6年就要换 换机潮到了 是2025年 赶快在换机潮前面 先抢先工作 结果跟iPhone 苹果一起 因为为什么 因为要同步发表 如果没有同步发表 对方会截足先登 市场的这方面又会赞成 稍微剧劣势了 所以同步发表 大家都不要剪足先登 所以我认为 华为这个三则手机 它有精打细算 才会造成 现在的这种 抢购的预购潮 就出来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好明天的大事 对于美国来说 就是川普跟贺锦丽 要进行辩论赛 这可能会左右大选 这个胜负的关键 那他们这一次的辩论会 是在美东时间 9月10号晚上的10点 这在台湾时间 是上午的 明天的上午9点钟 那不是明天 后天的上午9点钟 那地点就是在 宾州费城的 国家宪法中心 是由美国国广播公司 新闻网所主办 那其实呢 为什么选在宾州呢 就是因为这一次 它也是大选 主要的关键摇摆州之一 因此呢 这一次的辩论时间 大家关注了 距离9月16号提前投票 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 那我们看到 这个现在目前 川普为了宾州开炮 美国媒体讲说 川普的演讲中 抨击贺锦丽声称 如果他所称的 同志贺锦丽再获得四年 他会使你们活在 完全的香蕉共和国 同志者将是 无政府状态以及暴政 那贺锦丽从5号以来 一直在闭关 正在演练这个辩论 那现在目前专注于 这个截变 这个演练两分钟的截变 希望可以讲得 更加的顺畅 有说服力 那这一次 宾州这么受到矚目 我们看到有一些 追踪机构就讲 这次宾州 发现到说 两党都把政治广告 支出在这里 那作为最后的一个冲刺 大概预定了 1.5亿美元的广告 那其中呢 民主党呢 他就占了8000万美元 那8月份的民调显示 现在目前贺锦丽在宾州 领先川普4个百分点 贺锦丽今年才10度走访了 宾州 那川普则是在宾州 举办了8场活动 那也包含了 他躲过枪击的那一场机会 另外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的辩论呢 有三大攻防点 贺锦丽应该会是 主打女性 年轻 少数族裔 然后对上川普主打的 男性 蓝领跟白人 那双方都需要精心地 打造自己的人设 放大对方的劣势 甚至呢在这个辩论之前 现在川普还出了一个大招 叫做呢 针对不使用美元 做生意的国家 将会采取对你们的产品 征收100%的关税 那也就是说 抗中牌仍然是 这一次辩论当中 可能免不了 要出现的一个基调 因为现在目前 这个去美元化 就是全球南方国家 现在慢慢都在去美元化 甚至改用人民币 他意有所指的 好像已经透露出来 他接下来会采取 怎么样的抗中策略 那日经亚洲也分析了 川普贺锦丽 他们对于北京的态度 又是如何 目前贺锦丽采取的是 既对抗又合作 将会倚重 这个欧巴马团队 川普的话 可能就会是 因为他们自己团队当中 分三大阵营 各有看法 可能会看北京的反应 来激动调整 而纽约时报最新民调是说 这个贺锦丽在全球方面 全国方面的支持率达到49% 晓弗领先川普 目前是46% 而且摇摆州里面的表现 其实差距也不大 像是密西根州 威斯康辛州 贺锦丽是领先2% 宾州呢 现在目前只有1%的差距 内华达州 乔治亚州 跟亚利桑那州 两人是不相上下 所以六个摇摆州 看起来都是很胶着的 那还有28%的选民 认为不够了解贺锦丽 所以他可能要藉由这次辩论 来拉高他这个全国 美国全国性的一个声量 那特别是现在加萨的变数 恐怕也会拖累民主党 因为呢 拜登想要帮贺锦丽吧 就说 我们要赶快来推动 这个停火协议 那说现在目前完成了90% 希望能够创造10月旌旗 如果能够赶快停火的话 可能会对于贺锦丽的选情 有所帮助 结果没想到 是不是斡旋失败了 现在停火谈判又再度陷入了焦局 而且以色列又再度空袭了加萨走廊 48小时之内又造成了61人丧生 换句话说 民主党不论是拜登想要端出这种 赶快来和谈或者是停火协议 可是纳坦雅胡不理啊 不受控制啊 那民主党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编数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 这个赫锦丽跟川普9月10号就要辩论了嘛 那就是后天嘛 所以之后 我觉得那天之后就见真章了啦 就会有一些问题会讲得更清楚一点 现在两个候选人尤其是赫锦丽啦 我觉得他都只是在带一种feel而已啦 哈哈feel嘛 比如说那个他说要降低生活成本 那实际上他指涉的就是 现在通货膨胀太高啊 他根本不敢讲通膨这个字啦 这是拜登的最痛嘛 好了我认为川普就直接攻他啦 那川普他上早就发过这样的一个 那个true social 就是他有指出美国物价的上涨的幅度嘛 在拜登这四年来啊 那我觉得一定会用这种方式来打啦 然后 然后这个至于那个乌克兰的战况 那个坦白讲也不是 赫锦丽能够超之在籍的 乌克兰 以色列本来就没有办法处理啊 因为他要不让哈马斯加入政府 所以那根本就谈不成啊 乌克兰也是 现在是乌克兰如果进入溃败状态 那拜登就会很麻烦 我认为贺锦丽到目前民调 能够维持稍稍微领先啊 就是因为他刻意切割拜登政府 那因为他不是拜登嘛 那本来为什么川普本来是领先拜登 而且非常明显 因为拜登逃不掉 那就表示拜登政府实际上是做得不好 所以贺锦丽你可以看到他选举以来 包括他助选的是欧巴马团队 他故意跟拜登保持距离 因为他如果被推到拜登那边 他就完蛋了啦 那可是呢通货膨胀如果加剧 比如说9月我们预计要降息嘛 那目前已经有人说要降两码了 那如果是降息 那之后会不会有通货膨胀升高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乌克兰的战况 红军城如果陷落 那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溃败的状况 比如说乌克兰现在有三分之一的政府官员都辞职啦 这样的政府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吧 就是大家跳船的意思嘛 所以这个态势我觉得 这两个事实上都是贺锦丽没有办法控制的啦 那你口才再好 再弄出怎么样灿烂的笑容都没用啊 因为这个就是一番两瞪眼嘛 就是你会不会造成老百姓的生活又变困难 然后阿富汗败战的那种影像又再度出现 那还有你刚刚讲到以哈的部分 以哈的部分只要再有一个残忍的狙击的镜头 比如说最近这个土耳其美裔的那个女士 他被当场打死嘛 这个世界美国的媒体是故意淡化耶 因为知道要辩论啊 故意压抑他 知道这个新闻跟2022年 那个巴勒斯坦裔的美国记者被打死 是同样的严重啊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再有这一类的新闻 那贺锦丽会挺麻烦的啦 好 来请教杰老师 其实最近有一个美国很知名的一个学者 他分析就是说这个选情 他认为关键是在美国这个白领的温和派的白人 到底会支持谁 如果都支持川普的话川普就赢 支持贺锦丽多的话贺锦丽就赢 为什么说是这个白领的温和派这些白人男性 白人啊 因为事实上的话我们看族群啊 我们看民种族的分布来讲 美国再怎么说啊 现在白人啊 排斥拉丁裔的白人啊 美国白人纯白人61.6% 那个Latino就是拉丁人啊 他里面有白的有中的啊 也有比较黑一点的 他有18.7% 黑人声音很大 哇又选总统又选 又选又当副总统的 黑人12.4% 亚裔呢 只有7%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最多的族群啊 种族还是白人 还是白人 所以就是说这一次如果说两个白人选的话 那说实话 种族问题不是问题 就是问题现在这一次是一个白人跟一个黑人选 你不要看什么党派什么 摆在面前就是一个白人一个黑人 那你看美国现在目前这个种族的这个分布的话 你觉得对谁比较有利 所以就变成就变成就是说 蓝领的白人不用说了 很多人都认为说一定是支持川普的啦 蓝领的白人 那白领的白人里面就看他的温和派他的倾向是什么 那你看美国现在这个为什么这个辩论变得很难辩呢 其实就变成到底选民支持选民他们想的是什么 他认为什么议题最重要 八月的时候这个经济学人做了一个这个民调 美国选民认为最重要的这些议题是什么 总统的政见最重要是什么 最多20%认为是什么 就业跟经济包括通膨 所以20%最多人是在乎还是经济议题 然后呢 这个好 这个移民议题是第二名 12%的人认为移民议题是最重要 10%的认为健保最重要 7%的人认为堕胎最重要 16%的人认为公民权益最重要 3%的人认为国家安全重要 所以你就看选举最后还怎么样 还是一个很怎么样 很接地气的一些老百姓还是在乎 谁当选对于我的这个口袋 对于我的生活 这个影响最大 所以呢 这个又会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你要就可以摆脱两个候选人之争了 你看其实结构就是这样子的 那你在看这个两个候选人 哪一个会比较接近大多数选民所希望的那样子的政见 他的政见比较接受 接近大多数选民的这个 这种想法 所以呢 现在美国还有 大概六十几天了 所以很快了 很快了 那当然就是说礼拜三的这个辩论 这个重要拐点 很可能 这个辩论以后大家知道谁输谁赢 那也许可能平手 不过呢 就是说这个辩论非常重要 那谁比较怕呢 有一个人从9月5号开始就躲起来了 到现在没看到人 听说在恶补 在被资料 在恶补 所以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 来请教将军 我认为现在美国这个总统大选 进入了 因为他们两个现在 不管川普贺锦丽 他们旗鼓相当 旗鼓相当 实力相近 六个摇摆州有各有胜负 那我认为比较关键的是宾州 宾夕法尼亚州 因为它是19张选举人票 以前20张 因为人口减少 变成19张 那谁拿到宾州 我认为谁就胜 因为对方少19票 自己多19票 一来一往就38票 因为都是旗鼓相当很近 38票就决胜负 那其他五个州 大概票数第一个挑数过高 来互有领先 我认为就会摆平 那就看宾系法尼亚州的状况 来决定这个胜负 我认为这个 现在它的执政党 就是民主党 也是贺锦丽这一边 我认为它有三大包袱 那三大包袱 看目前发展的状况 因为还有两个月 到11月5号投票 第一个我认为 乌克兰战争 那乌克兰战争 目前来看 好像乌克兰大事不妙 大事不妙的话 对执政党 对民主党是会不利 那因为还有两个月 这两个月 我一定要观察 你不管 你是红军城 被俄罗斯 如果被俄罗斯攻下之后 那还有后续的状况 是如何 那我们要看整个的 战略态势 战略状况的发展来看 那第二个我认为 是以巴冲突 因为以巴冲突 以色列暴冲 很难 他也不听美国的 美国不希望 以巴冲突 能够尽快的解决 然后达成停火的协议 但是以色列跟 这个巴勒斯坦的 哈马斯组织 一直搞不定 搞不定的话 一直 中东局势一直不稳定 不稳定会造成 贺锦丽这方面的压力 表示 这个阿富汗战争 已经over了 没弄好 现在乌克兰战争 也没弄好 以巴冲突也没弄好 通通没弄好 这个执政党是有问题 能力上是有问题的 这会造成贺锦丽 很大的包袱 那这个问题是 到现在为止 以巴冲突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停火协议 都没有 那这会造成贺锦丽 这方面的扣分 那我认为 这一方面值得宽 第三个我认为 非常重要 是经济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一直是执政党的包袱 你看现在贫富 差距那么大 比如说 美国现在的贫穷 活在贫穷下面的人 4120万人 这贫穷人 很穷啊 穷就不行啊 它是月光族药 还是吃土族